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 习近平再次祝贺普京宣誓就任新一届俄罗斯总统 正式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 他表示中方愿始终同俄方做彼此信赖的好邻居 好朋友好伙伴 共同实现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携手维护世界公平正义 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 是冠参今年两国关系大量的级线 中俄关系已经走过四分之三 两国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主要新型市场国家 双方加大战略协作深度 拓展互利合作唯独 顺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 是两国共同的战略选择 双方应该以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 进一步加向发展战略对接 持续丰富双边合作内涵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我愿意从总统先生一道 共同拓准双边关系前进方向 对两国各领域合作发展 作出新的规划付出 谢谢 能够让我有这次机会 来探讨双边关系当中的各种 互相关系的问题 今年正值 特别是我们双边的政府 以及总理也会进一步就事务性的问题 进一步进行沟通 我们已经建立了各个领域的 相关的工作机制 来推动两国合作关系的发展 也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 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推荐 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面临着共同的国家发展 在互相尊重 慕邻友好 互惠合作的基础上 来进一步进行合作 在疫情期间 我们的双边关系 也在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我们看到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我们双边的贸易额 也不断地增长 同时我们中俄也已经达成了 使用双边的货币进行结算的相关协议 未来本币结算的规模 将会进一步扩大 这也是符合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个大趋势 谢谢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习近平和普京 在北京举行会谈的最新画面 稍后也会有更多的跟进报道